大家午安 來午餐時間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大溪 來吃當地非常有名的大溪豆干 因為正餐時間只是豆干 會覺得有點膩 但是你看光它招牌口味有13種 包含了這個黑豆干 黃色的豆干 素雞 百葉豆腐 甚至有黃金蛋 好 大家說顏色看起來蠻深的 會不會很重口味呢 馬上幫大家來嘗一嘗這個豆干的部分 非常的入味 我剛剛其實沒有沾醬 就已經他們獨特的這個滷汁 就非常的豐富 那有人說其實他喜歡他們這個招牌的醬料 甚至加點辣 提味也非常棒 再來嘗一口 風味剛剛感覺起來就會非常的豐富 你除了豆干之外 在蛋的部分 黃金蛋滷得非常的入味 而且雖然時間久 它的蛋黃沒有熟 因此口感會非常的豐富 嘗起來當然是非常的棒 但來到這裡 為什麼特別來到大溪 當地的好山好水 每天已經是來到傳承至少50年 剛剛老闆透露其實已經一甲子 超過了60年 在張地除了是最有名的店家 可以從早餐 午餐 一路是賣到了晚餐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到大溪呢 事實上接下來大家都知道 未來很有可能地表最強的颱風 馬娃會逐漸的靠近台灣 我們從戶外這個蠻美麗的風景來看看 一旦上游這個水情受到了影響 石門水庫萬一原水濁度太濁太髒的話 我們大家就要關心到 下游的這個中莊調整池 能夠隨時提供給當地做這個圓水 來做使用 讓當地做一個調節 而當地的風景 除了這個調整池 再加上這個白色的中莊大橋 它現在可是全台最長 超過400公尺的旋鎖式的吊橋 這樣子的美景之外 還是要來關心接下來 台風對台灣的影響